纳红书 这卷先知书篇幅简短 由系列诗歌组成 主题是宣告亚述帝国和首都尼尼威城的灭亡 亚述是对以色列压迫最残酷的国家 亚述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强大的帝国之后 入侵了以色列 导致北国以色列的毁灭 居住其中的多个支派被流放 亚述军队的残暴和破坏性之大 史上闻所未闻 所以以色列人和邻国都盼着亚述尽快灭亡 公元前612年 巴比伦人发动叛乱 攻陷尼尼威城 最终导致亚述灭亡 纳红书第二章用生动的诗歌描述尼尼威的衰败 第三章讨论了整个亚述帝国的灭亡 但是这卷书不只是一篇批判以色列敌人的愤怒演说 开篇序言显示出书卷要表达的内容 远不止这些 书卷开头是一首不完整的字母诗 描述神的荣耀大有能力的彰显 这和前一卷《弥迦书》的开头 与后一卷《哈巴古书》的结尾内容很像 神 这位大有能力的创造者将亲自对抗列国 审判列国的罪恶 这首诗开篇就引述了出埃及记34章中的名句 这是金牛读事件之后神对自我的描述 耶和华不轻易发怒 可是大有能力 他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这首诗的其余部分反复对比了两个国家的未来 一个国是军民傲慢又残暴 一个国是渔民只对神有忠心 以强调当神攻击所有傲慢的帝国时 他会保护那些在他面前谦卑的人 大有深意的地方是 读者以为这卷书是关于亚述帝国的命运 但先知在第一章里根本没提尼尼维和亚述 当他描述恶人灭亡时 引用的是以赛亚描述巴比伦沦陷时的词语 后面这件事多年之后才发生 不仅如此 纳洪书把坏人的灭亡描述成神愚民眼中的好消息 这直接暗指以赛亚预言巴比伦灭亡的好消息 在第一章中 这些细节结合在一起 表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纳洪书把尼尼维的灭亡当作一个例子 显明神在历史每个阶段的工作 他不会允许设上那些傲慢或残暴的帝国永远长存 所以纳洪书的信息和但一里书的信息很相似 亚述是历史长河中众多残暴的帝国之一 尼尼维的命运则让人想到 神定义让每个时代中最傲慢的帝国灭亡 带着开篇章节的视角 本卷书的焦点重新回到亚述身上 第二章用递禁的方式 描述了尼尼维城的战争和最终的毁灭 我们先看到前线的巴比伦士兵 然后看到战车 之后城被攻陷 城墙一片混乱 尼尼维人被屠杀 整座城被大肆抢掠 第三章继续描述整座城的沦陷 对亚述帝国的影响 先知一开始就宣布 尼尼维城要遭灾难 这座城是历代帝王用无辜人的血建成的 显然让亚述帝国如此成功的制度 本身就是不公义的 君王的残暴 为帝国的灭亡 埋下了祸根 所以亚述会被巴比伦消灭 本卷书最后以嘲讽亚述王结束 亚述王受了致命的伤 他曾压迫的那些国家 没有人伸手帮助 反而唱歌庆祝他的灭亡 这就是本书的结尾 纳红书充满了阴郁的气氛 但书卷传递的重要信息 是展现在历史中 人类的暴力和压迫会不断的重演 人类的历史上充满许多狂妄自大的种族和国家 他们贪婪无度 横征暴敛 造成大批无辜者的死亡 纳红书把亚述和巴比伦当作例子 向人转达神的悲伤 神关心无辜者的死亡 他的良善与公义 也促使他要消灭那些压迫人的国家 神审判罪恶是好消息 当然 如果你碰巧是个亚述人的话 就另当别论了 这把我们重新带回第一章 第一首诗的结尾 诗中说 耶和华本为善 在患难的日子 为人的保障 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 纳红书篇幅短小 先知邀请每位读者 在神的公义面前 都能谦卑自己 并相信神有自己的时间 他会灭掉每个时代 每个地方出现的压迫者 这就是纳红书的经意 这就是纳助 各个地方出现的经营 人生的经营 人生的经营 感谢观看